欢迎收看有评有据看台湾 看数据看民意 看趋势看未来 大家好我是王时期 带您一起掌握台湾政坛的大小事 大选已经结束了 那么现在在这个政坛上面 讨论最热烈的话题就是 高雄市长韩国瑜 他回归了高雄市政 但是他能不能够撑过 五六月的罢免 能不能够平安下庄呢 还有当然就是 国民党在败选之后 究竟要如何进行党内的改革 现在看起来这个 国民党的青年的这一块呢 反应比较激烈 跑到国民党中央去抗议 但是这个接下来 国民党内部会不会有一些权力 上面的变化 今天我们从这里开始讨论 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阮昭雄 大家好 阮昭雄这一次也在参选立委 也是非常辛苦的战区 下次继续努力 最多很多人跟我讲这句话 真的 持续努力 生根地方 我相信总是会成功的 也很多人跟我讲这句话 徐宏林也继续加油 好 来 第二位欢迎的是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宁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媒体人陈东好 我相信徐宏林真的想取代 我没有 是喔 所以我们今天两个文山区 你们今天先战一场 所以我们四年后会遇到吗 应该不会 好 我们今天大数据团队的专家是 谢一平 谢博士 实际先生好 大家好 好的 选举结束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来看这个声量 因为其实从选举的结果 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在网路上面的这一场空战 应对到实体的选战当中 百分之两百的 所以从此以后应该不会有政治人物 敢放弃空战这一块了 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还是要来请一平告诉我们 在大选过后这个礼拜大家在网路声量上面的表现 是如何呈现 好 那选举选完了 那蔡英文民进党大胜嘛 所以可以看到其实对比过去两周 也就是封关民调的之前的数据因为没公布 可以看到蔡英文有一个很大幅度的爬升 在圈粉上 她其实增加了四倍 所以她一封关开始往上 就往上冲 怎么那么好笑啊 那封关之后的韩国瑜呢 那韩国瑜往下 然后就会往上 可是要注意一件事 其实过去我们一直在讲 其实你可以看到她 不管怎么吹票 她电视广告打很多 那时候也有讲说她花很多钱买 那网路上也有吹票 那一些所谓的韩粉的大将军 像谢龙杰 刘家昌 一直帮她吹 高度不变 她其实一直以来 她的韩粉的那个高度 她圈粉能力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她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真的很铁 所以政治人物还是要圈粉 粉圈粉 所以你必须看高度 你越高 你的粉越多 那所以韩国瑜在这一块上面 就明显的比不上蔡英文 对 因为没有 一直以来就从5月开始看 她高度都维持在这个水准 那很难突破 但是相对她也很难下跌 她不管再有了怎么样的金句 或是再被大家骂 她还是这样高 还是有这么多人挺她 但是她相对她也破不出去了 以前台湾政坛没看过这种状况 对 从来没看过 这一团钢铁韩粉真的超死忠的 不离不弃 对 没错 但是也很难长大 对 很难长大 一直以来就这样 但是也不会削弱 奇怪了 后面其实可以看看 因为她最近看起来比较低调一些 对 所以看看她在圈粉能力上 会不会有比较下降 或是说即便她很低调 然后还是可以这样子保持 这样我觉得 韩国瑜的粉这么铁的状况下 她可能就会有很多路可以去选择 有一些暗示了 她有很多路可以选择 对 好 当然除了蔡英文跟韩国瑜 这两位主要的总统候选人之外 其他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 在声量上面有大幅变化的 其实就是陈柏伟 的确啦 陈柏伟其实从 令人意外的选择 对 她现在后来在 在最后一个月的时候 她其实都在榜上 不只进前20 她都可以冲到前五 对 而且还几次打败过柯文哲 对 在圈粉上 包括这一次现在你看 她的高度也比柯文哲要高 她圈粉的能力已经超过柯文哲了 她的粉跟韩国瑜比 她的粉好多 对 还超越柯文哲 超越韩国瑜 对 哇 陈柏伟真的是 对 而且还有一个数据要分享给大家 过去 在2月1号之前 新的立委上任之前 王定宇是立法院粉丝最多的 粉丝好像22万人 23万人左右 但是2月1号 她长久霸占这个榜首要换人了 就陈柏伟 33万 这个新秀打败老将 王定宇你自己小心点 他不投准讯没关系 好那其他的也是一些比较特殊的立委选区的三选人 当然还有柯文哲 因为他的政党已经跃升为台湾第三大党 有得到很多关注 像吴英龙 大家也觉得他很可惜 所以他的高度也一直有在维持 即便败选以后 所以他的粉仍然是 还算不错 还超越了其他的政治人物 大家都看得到 虽然败选 但是还是要持续经营 对 没错 好 非常谢谢一萍 所以刚刚一萍其实也跟我们谈到就是说 政治人物最重要的还是他圈粉的能力 你制造话题你声量再大 但是最重要的选票投出来 那个才是真正的粉啦 所以你必须要创造更多的粉 那所以在讲到粉这件事情 刚刚也提到了韩国瑜的粉不离不弃 而且钢铁般的意志 从选前到选后 他的高度圈粉的数量其实都不变 那所以这股力量会不会牵动着 接下来韩国瑜他走的政治路 他是不是仍然是国民党内 这个实力最坚强的一位政治领袖 那所以呢这个ET Today 新闻云就做了一份民调 现在看起来国民党 因为党主席跟这个很多的中常委等等 都辞职了 所以谁可以来接任国民党的党主席 你看看这个民调 朱立伦最高 蒋万安新生代的也蛮高的 再来就是谢龙介跟韩国瑜 分别9.2 9.1 也就是说其实谢龙介就是韩国瑜的分身 就是他们两个人其实在党内 还算是相当的有实力 谁该为国民党的败选负责 第一个是吴敦毅 但是认为候选人韩国瑜的 其实也是满平均的 满相当的 就是党主席跟候选人 你们自己都要负责任 第三名是吴思淮 所以我想先请教一下宏婷 就是说你觉得韩国瑜他现在的粉的量 仍然是非常坚定的 而且是国民党里面最多的 你会觉得他会是潜在的国民党党主席的人选吗 坦白讲我并不觉得韩国瑜 先认他会是国民党潜在的这个党主席的人选 我想他自己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看法 我认为 真的吗 我认为他自己应该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看法 就是他不会去参与这个当主席的这样的一个选举 是 我想留在高雄 把他过去对高雄市民这些承诺做好 才是恢复他过去这些承诺 或者是恢复他政治的这些信誉的这样一个最好的方式 所以回过头来讲 就为什么韩国瑜先生会在KMT里面 他会是一个声量最高的人 其实很简单 就国民党在2014年2016年 经过了两次大拜之后 你可以发现国民党跟所谓的时代主要传播工具 所谓的这种数位化 我们讲的脸书啦 LINE啦这些部分 它是有脱节的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刚好随着科技的发展跟数位的转型 然后再加上开始我们有很多像我这样年纪的人 开始花很多的时间教导我的爸爸妈妈说 这个LINE可以这样用 我跟你讲这样比较便宜 我们成立一个家庭群组 这样就不用那个啦 就不用花钱怎么样 然后这时候刚好最好玩的是 整个社会又发生一件最关键的转型过程 是什么 中华电信的499之乱 中华电信的499 让整个Wi-Fi普及到了这一群年纪比较大 但又不太愿意付 之前这么大行动 不往费用的人身上 所以坦白讲 在2017年 2018年 你用时代变迁 跟社会变迁的理论去看 蓝银本来就会有一个政治人物会不明 只是这个政治人物刚好是韩国瑜 所以你看韩国瑜的讲话的方式 韩国瑜在整个数位时代上 他讲话的这些部分 让他承接了什么 这一段数位转型的中高年龄层的长辈们 所以他的粉非常坚定 为什么 因为他的粉就是这一段刚好起来的 所以你在韩国瑜的招式场合 在国民党的招式场合 你可以看到 过去你看不到旗海飘扬 过去你只看得到旗海飘扬 但你看不到直播 你看不到一堆人在这边拍照 然后用LINE在那边传 跟所谓的 甚至最好玩的是什么 以前你要叫我爸爸妈妈用什么 手电筒然后登海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是演唱会才看得到的事嘛 所以这一段的数位升级 其实对中国国民党而言非常重要 但是这是为什么 这是在回应他过去十几二十年来 并没有培养年轻族群之后 的一个所谓的中高阶层的 中高年龄层的反动 可是这一群人的坚定支持 也使得他们可能会不断的push 所以push韩国瑜 没办法你只能去选党主席啊 应该我不认为只能去选党主席 因为党主席这个部分 针对所谓的意愿上来讲 针对所谓的这个整个的社会情况上来讲 整体而言我觉得 他并没有过去我们所去 在去年的这个时间点 去年的大概三月的时间点 所遇到的一个什么状况 就是有10%到20%人是非函不可嘛 那现在没有非函不可的理由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里面 我还是再一次强调 就国民党lost掉了这20年 他不只是失去了世代 他其实失去了对社会变迁反应的能力 他的速度跟他的通路 还有他的什么 整个相关的媒介 全部都失去掉 而这个也间接造成什么 我现在最想要呼吁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也间接造成了 台湾现在有非常严重的 世代不理解 跟世代冲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但这个问题确实是由中国国民党 过去没有培养年轻族群 所引发出来的 所以这是这个政党 欠这个国家跟这块土地的 所以我希望未来的党主席 他必须要理解到 我们的世代问题 引发了社会变迁的反应 造成了世代的冲突 跟世代的对立 这件事情如果你能理解 你就会知道我们为什么失败 而你就会想到相对应的方法 如果我们想得到相对应的方法 我想把世代拟贫 让世代能够融合 这个党主席 他就有机会带领中国国民党 重返执政 侯您讲的 其实比较是国民党内部 他们在发展的过程间 他的一些失误 那国民党接下来要如何改革 能不能够重新吸引 这些年轻人的青睐 这个下一个阶段 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谈 可是我们先回到韩国瑜 自己的选择上面来说 因为韩国瑜他的讲法 他在面对媒体的讲法是说 其实对于党主席选举这件事情 他的心不在这里 他目前没有考虑 可是也有周刊披露了这个 北风北计划 只有韩国瑜可以在短时间内 完成党主席的补选联署 选前上万韩粉入党 党内选举结构都是韩粉 韩国瑜借由竞选国民党主席 来动员支持者 冲高罢免的不同意票数 还有最后就算遭到罢免 也可以顺势接党主席 控制2022年九合一的提名 然后呢 在2024年再一次的参选总统 也就是说如果纯就政治的操作上面来说 这的确是一个可能的权力的位置 否则万一罢免案没有办法 保住他的高雄市长的话 起码你还有一个国民党的党主席 这是纯就政治的操作上面来 我可以补充这四点吗 可以 好 第一点 都给你讲好了 可以 联署的数字非常低 刚刚出来了7000 这是联署的数字 所以你说很多人其实都 门槛很低啦 所以这个门槛非常低 任何人都可以 第二点选前上万含粉入党 党内结构都是含粉 如果真的都是含粉的话 为何之前会有所谓精英栏 知识栏这些部分 上万含粉入党是实际上的数字没错 但是目前中国国民党的有效党员 也就是可以投票的党员是25万 上万他大概占4% 第三就是如果你要避免罢免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什么 就是降低罢免的投票率 而不是冲高罢免的不同意数 所以这四点 然后最后一点也是一样 如果遭到罢免可以说这些党主席 因为我们这一届的党主席任期到2021年 对 所以你没办法控制2022的9和1 也没办法选2024的总统 所以这四点在政治上是完全都不可行的 所以你觉得杂志周刊上面讲的北风北计划 其实根本都 我只能说写这篇报导的人 他可能要再思考一下 可是因为有一个问题是说 韩国瑜某种程度把自己的政治信用度给打坏了 他之前讲他不选总统 但是到最后他还是得选 他被动参选 然后yes I do 那所以他的政治诚信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 当放在党主席选举这件事情上面 一样啊 大家也会说你现在讲不要啊 那谁知道你后来会不会用我又被动试参选 到最后选当主席yes I do 那所以这个是韩国瑜自己要去面对的 如果韩国瑜他用政治上面的考虑 好 那没办法啊 我现在粉仍然是钢铁的啊 韩粉们不断的推着我往前 我还是得要去选这个国民党党主席的话 我想先请教东豪 你觉得那国民党会怎么办 其实国民党你如果注意这个 有谁可以跟他争吗 先不要讲有谁可以跟他争 就是你看国民党这一段时间 所有人的发言大多数的来讲都希望韩国瑜不要选 非常有趣都是希望你不要选专心高雄 然后度过罢免危机 当然回过来讲 所以如果韩国瑜出来的时候 对国民党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如果他参加补选的话 好 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你要说谁比较可以的话 大概是朱立伦 因为民调 可是他也是老人家了吧 对 可是好歹不到60岁 他59 他今年会59岁 那这涉及到国民党下一步该怎么走 可是现在问题来了 就是说韩国瑜到底是不是这样初选 的变数 那这就涉及到你怎么就判断韩国瑜会做什么选择 那国民党都不希望韩国瑜 多数的人 有少数的人是不是是鼓励韩国瑜的 那韩国瑜能不能被你预测 这个我自己没有把握 因为 那会不会韩国瑜我自己不选我派谢龙介啊 你派二军一定差很多 一定要是一军对一军 那为什么说我不敢预测韩国瑜 就是如果你回看韩国瑜这几年来 他其实对自己的下一步是从来没有规划过的 他想离开北的吗没有 所以他一切都是被动 此生接在被动中 就是走到快要到那个时候他做了一个选择 那所以他也曾经跑去选国民党党主席 为了那个事情家里很不高兴 为什么他选国民党党主席那一次 是自己有拿钱出来 然后后来选输了而且得票不好 所以才会有移民那一段 要移民加拿大那一段 后来吴敦又把他找来 所以才有去高雄市主委 然后后来变成高雄市市长 中间又不想选又回台北 想要去登记国民党的台北市市长初选 所以韩国瑜他到底会怎么想 这就涉及到一开始 就是说他的罢免这些东西 就跟你的信任有关 就是你能不能预测韩国瑜 我觉得预测韩国瑜这件事上有点麻烦 那如果他参加补选的话 只能讲说如果参加补选 就表示他对罢免那件事情 罢韩这件事情放弃 就他放弃了罢韩这件事情 他才会去补选党主席 那他为什么很难揣测 就是说因为他性格有的时候 他很少是自己去做选择 都是跟着那个趋势走 不过领袖级的人物应该要做选择 而不应该是被群众做选择 可是他就是那个 他是那个被浪捧起来的人 他从来不是照浪的人 所以你很难猜他也在这个地方 当然如果说几率来讲 可能守高雄的几率比较高 因为国民党一直希望民进党 不要追杀 这样子韩国瑜你就不会被罢免 你就好好当你的市长 你就不要来碰这个党主席补选 所以看得到是这个氛围 好 先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要请教招雄的就是说 你判断韩国瑜能不能够在罢免案当中 平安下庄 他这几天的表现被媒体盯得很紧 早上几点钟出门上班 每天都在做这个记录 到底能不能够靠这一关 能够躲过高雄人对他的罢免